4月21日的鳄鱼谈 今天原本应该值得普天同庆 因为是我们伟大的英女王 Queen Elizabeth II 伊丽莎伯女王二世 今天94岁的丹臣 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未必有多少人像她那样有智慧 值得我们去尊敬 经历过这么多次的世界大战 以及世界上有很多危难的女王 在现在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之下 她也非常看衰民情 也用她睿智的声音告诉大家 她会取消所有她官方的庆祝活动 人生70都鼓来戏了 直到94岁 仍然不留乱这些奢华的庆祝 与市民共度时间 是一个非常值得人尊敬的女王 我可以在这里说 全世界未必有多少人拍得住她这么有智慧 我在这里代表MHKTV 公足女王 Happy Birthday 以及Long Live The Queen 希望你身体健康 受如崇拜 延延益寿 继续带领英国大英帝国和英元帮 我已经效忠了英女王 孙过世 我是你的 一个非常尊敬你的子民 原本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更加可以感上添花的 就是昨天在警察总部 有人寄一些信封炸弹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警务署长PK等邓炳强 炸咬死了他 那大家就可以开香睡了 可惜事与愿违 可能上天认为不要在女王旦神这些大喜日子里面 这是人命的损失 如果PK等要收拾他 选择个第二个日子 譬如7月14日 9月初九重养节 这些日子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事源发生什么事呢? 警察总部昨天EOD和一些高级警察督策走出来 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又是邓炳强收拾了一个白信封 指名道姓这封信是要给PK等邓炳强的 我以为是否政府要给大信封炒强PK等 等他就好像今天有几个局长纷纷下马 没想到搞了 谁不知原来不是 有人针对他 对称就要给他一个信封炸弹 我听完这个新闻 我应该立即跑出来 什么世界的科技这么先进吗? 油包炸弹就听得多了 在很多不同的电影里面 有很多拆弹之间 在油包里面 究竟我要剪黄线还是剪蓝线还是剪绿线呢? 最后是否要拆毫决定 剪一条线 还要剩下两秒的时候 只要决定要剪哪条线 剪得正确了 不想爆炸呢? 那信封炸弹在这么小的信封里面 炸弹一个人我真的没听过 我真是几十岁人 天天获获新奇获获金 在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 临病月娥这个政府大令之下 有多多符合 多多花神 令到你目不下级 据称这个炸弹 如果真的能引爆 可以在一尺至三尺的发迷之内 刷信他的炸弹就会有生命危险 又会炸双手又会炸烂面 邓炳炼不炸双手和炸烂面 其实也有与我婆婆干 他也是这么丑丑的 炸不炸烂他的脑 也是一样这么丑的 好了 究竟是不是真正正有这些炸弹在里面呢? 我也会拗爆头 但是如果以一个油包或者信封炸弹 在我认知里面真正正的炸弹 只有一封红色的请帖 才可以说是信封炸弹的 其他的事情我真的没想过 但是大家用心去想一想 炸弹是这么丑的 这么丑不均匀的东西 如果放在信封里面 没什么充分 当中里面有电池 又有电线 还有一些意然和爆炸的物品 在一个薄薄的信封里面 经过你老母 由信箱收信去送到油政总局 再去你老母分派在不丑同的国区 入到麻包袋 扔到分局里面 再有油差在里面 放在车上 分开每一条街 然后接派到湾仔 去到湾仔之后 还要分门别类 这封信是给PK等 送到他办公室 当中里面经过多少人手 有多少人拿过你的封信 有多少人碰过你的封信 难道当中里面 这么多层都不想爆炸 要等到你老母 当邓炳弹 喂 我拆你拆 等着待他拆信的人 没想到 有这些你老母炸弱的味道 还没够埋烟 你想想这件事 会不会是这么顺理成章 这样做出来呢 我就会觉得 警方这些天方夜谈的炸弹奇案 真的要有一些很出色的编辑 才可以写得到 不知道这个邓炳强 是不是和他的老友记 成龙 聊过天 或者想到这些案情出来 又或者他旁边有些人 看完警察故事义 当中成龙要对付炸弹狂 想到这些招数 要对咎附他 我就是拼了头 如果这些信封炸弹 是炸得到 当中里面有什么什么成分 在里面呢 是啪啪子 还是拆地炮呢 究竟是什么什么炸弱 才能做到这样呢 警方完全没有说过 只是说会炸死人 但大家如果看看 以在过去的大半年 大家会看到 警方是别有用心地 不停地积怜 这是一些本土的恐怖主义的击击 而当中里面 还有不如何的案子 不停说从香港不同的地方 Porterendo了很多土地炸弹 香港是非常不安全的 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听 包括在2019年10月,旺角有一個土製炸彈,10米之內可以奪命 又在2019年7月至11月,曾經有警方破獲了一個單位 找到一些叫做TATP的炸彈,TATP的炸彈小小的地方 一公斤就可以炸毀一個單位 但是當時警方就在一個天台大廈的頂樓裡面 在TOP MOVE裡面引爆,整頂大廈也是完整無缺的 我都招了頭,那這些究竟是不是TATP的炸彈 接著在2020年的3月份,又在羅湖站找到一些土製菠蘿 2020年的3月裡面,也是示範如何用一些炸彈炸爛 最後一個單位裡面,令到一個假人,雙手是炸彈斷了 但是它後面的電視機還是70年代的,舊電視機是完整無缺的 2019年的10月20日,也都在荔枝角裡面捉到一些 有人是懷疑製造這些土製菠蘿 一連串又一連串的這些,自己踢爆 找到土製炸彈的事件 其實摸下頭飛的,就是講著它 基本上是想製一個出來的 一個scenario就是香港很危險 香港有很多人會吊起老母做這些炸彈 香港也是吊起老母充值著很多針對警隊的一些本土的恐怖集積 我要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吊起老母? 恐怖主義和針對政府的一些攻擊行為 恐怖主義,如果像這些PK等手下這樣說 定性找到這些炸彈是恐怖主義的話 即是說在香港隨機有機會炸彈死老母 有機會炸彈小朋友 有機會去吊起老母的巴士司機 什麼叫做恐怖主義 問民建聯工聯會他們就最清楚了 在六七年的社會暴動裡面 這些小朋友就是無差別的 通街放棄這些吊起老母的土製菠蘿 炸警察、炸市民、北角的清風街 炸彈死了一些小朋友 這些就是無差別的恐怖的特襲 無差別的本土恐怖主義 問工聯會就最清楚了 針對政府的一些攻擊行為 就是寫著名字叫PK等鄧炳強修 這些就是無差別 不是無差別 而是真真正有針對性 針對警局做的事情 你搞清楚 而為什麼這些黑警會喜歡做這些自天自道自演的事情呢? 是無口非的 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個駱惠寧已經開口 要香港的吊起老母 要立這23條的立法 而一定要做到一個土壤 香港是很危險的 香港的土壤是種很多菠蘿 香港的土壤裡面種很多菠蘿 就是吊起老母 根本是一個本土恐怖主義的抬頭 這樣才能立這23條 大家看看 警隊歷年以來 要屈咎我們香港人 又製造什麼什麼大殺傷力武器 什麼什麼炸彈 臨兵鬥者皆烈陣在前 他每一次都會把東西都放在桌面裡面 甚至毛謝Sir這種漆漆 曾經說過有市民在庫廊裡面藏了一把武士刀 你也起碼拿一把武士刀出來給我看一看 今次的信封在哪裏 怎麽樣無煙 爆這什麼東西 一些例子 一些證明都沒有 你寫一篇劇 你都放一些道具在那裏 讓我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件這樣的事 才好 根本就是吊你 找我們市民的殯七 說在信封裏弄炸彈 哪個信 我告訴你 吊你 很肯定 如果你要我們市民相信 下一段時間 你PK等 真真正正要被他炸彈死 吊你 炸彈到你身手易處 好像你的EOD的同事說 吊你炸彈斷的手 炸彈爛了臉 讓我們看得到 我們就相信 這些就是吊你 是真真正正的本土恐怖主義 就像你這樣說 你以身作質 炸死自己 不要揉合 不要亂揉的寫劇本 不要抄襲你的老友成龍 吊你 這是警察故事異的 今天是暗糕片段 Otherwise 我只是覺得你是黃精到戲 整鼓專家 張星馳 古精 蒸菇裡面的道具 OK 現在這樣的情況 昨天的新聞也爆了出來 有警署警長 你自編自導自演 插裝嫁禍 找人 你對著葵涌 警署扔汽油彈 扮自己 領工可以破棋案 抓到一些 襲擊警察的罪行 喂 這件事 你真是蓋了它 不要亂說 同時之間 你拆喊捉賊 被人踢爆了 第二天 你又 你自己收拾了 信封炸彈 自己炸自己 你叫我怎麼夠樣子順利 你做戲做好一點 編劇寫這個流程 你什麼散了這些信息 不該你 你什麼 你不要西審過連遊誌 扔出來 你什麼 你這樣搞 很混亂 還有 最後一件事 假設這件事真的是真的 假設這件事 不會是你 警隊裏面自編自導 做這些事情出來的時候 我希望你明白 這封信 寫得到明 被警務處長鄧炳強 如果真的有市民 製造到高科技 納米炸彈技術 就好 納米輕彈 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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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得到明 是要針對你的行為 你自己想想 歷代這麼多任的警務處長 衰得好像你什麼 托鷹那麼厲害 都沒有人收藏過炸彈 為什麼這件事 要針對著聲音給你 你自己反省一下 你短短的 上任了 一半年都不夠 為什麼你會收藏炸彈 人家指明到你要炸彈你 你自己去反省一下